脑子病人驾驶在哪里 这儿呢 病人医疗送去抢救了 我不喜欢这个医院 这里的人 还多了 妈 今天医院的人还算少的呢 这里好多病人 怎么来了 妈 你看 你看 谁来了 阿姨 晓芹 怎么样 阿姨 很难受吗 到此不难受 就是做那个 和此共证 好害怕呀 没事 别害怕 妈 正好前开义来了 让他陪一会儿你 我去看看片子出没出来 好不好 我很快就回来 放心吧 天花 前开义陪一下我妈啊 放心吧 马上回来啊 妈 没事 阿姨 我陪你啊 我陪你啊 你是从 从哪里来啊 我从台里过来的 今天下班早 这真是太麻烦你了 不麻烦阿姨 哎 晓芹你是不是 陪顿总去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哦 行 那我去看看河顿 哎 那我们很快回来啊 哎 别乱走啊 不 不乱走 好的 阿姨 好的 阿姨 你怎么了 不是 我 我不 我不走 我 我坐在这里的 我 我坐在这 不对 没事 我还没伤 没事 你没事 我还没伤 没事 我还没伤 没事 小可乐 走 妈妈带你买可乐去 赵苏平的驾驶在哪里 这儿呢 病人预导送去抢救了 哥泽 买了点吃的 吃的 我不饿 你吃吧 那一会儿喝了吃的 吃东西不行 一直睡着呢 这阿姨也真行 瞒到现在也不说 都怪我没有太早地关心她 如果早关心她的话 她也不会瞒我这么久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何顿 我知道你现在很自责 但还不是难过的时候 你可千万不能垮 你要是垮了 谁可爱心心啊 是不是 这当务之急 先看看是什么病 我知道 你问哪位是赵基平 不是 不是 您跟我说就行啊 从检查结果来看啊 赵女士 炉内没有发现肿瘤或损伤的迹象 一切正常 真的 背鲤鲤 你妈 妈 你什么时候醒的呀你 医生 我真的没有任何毛病 真的 我给你看 谢谢医生 造成晕倒的原因有很多种 你妈妈 她这个晕倒不一定是脑部的问题 有可能是平时压力过大 或者是精神紧张造成的 你们回去给她好好调理一段时间就好了 你们真想住啊 我们也没办法收留的 谢谢 谢谢您啊 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 顿顿 谢谢啊 你们可以出院了 没事 走了 走了 晚安